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五天 一切美好的源头 我们都在寻找幸福 寻找爱 并渴望得到平安 但往往找错了地方 圣奥古斯丁曾祷告说 耶和华 你为自己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的心永远不能安宁 直到我们在你里面找到安息 神才是一切美好的源头 十篇第四篇一到八节 喜乐和平安的源头 我们常在错误地方寻找喜乐和平安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我们以为金钱财产或成功 便是幸福的答案 但它们实际上是虚妄的假神 大卫告诉我们 真正的平安喜乐 唯有从与神的亲密关系中才能获得 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一生畅通无阻 毫无困难 相反 诗人在一开头就呼求 我在困难 大卫确信神会听他的祷告 因为他说 我求告耶和卫 他必听我 只有神是真平安和真喜乐的源头 耶和卫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辛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相比从奢华的物质享受中 得到暂时快乐 人在神里获得的喜乐要大得多 物质丰盛 以及他所带来的表面安全 并不能让人安然入睡 人只有在神里面 才能安然居住 主啊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让我的心充满你同在的喜乐 愿我能安然入睡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五章二十节 蒙神眷顾与真正的幸福 在耶稣看来 真正的幸福并不来自于世人的标准 也不来自名望美貌和财富 他无关你的感受 也不在于你拥有什么 甚至和你做了什么都没有关系 希腊文版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一节中 用了一个词 Magalias 他的意思是受祝福的 幸运的 幸福的 他只拥有特权 蒙神恩惠的宠儿 或者如扩充版圣经所说 幸福的 受人嫉妒的 在属灵上极为兴盛的 极能享受持续一生的喜乐和满足 无论他所处的外在条件如何 在《论八福》中 耶稣提出了八种颇具颠覆性的福气 在耶稣看来 真正的幸福来自于 第一 极度渴慕神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这个词的意思是 祈求 依赖他人 寻求他人的支持 他在此处的意思是 被放到第一处或被削弱 以便最终认识到自己需要依靠神 正所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当人走到自己的尽头之后 便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于是 耶稣使那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天国是他们的 第二 为你的光景而哭泣 哀痛的人有福了 请为自己的罪和这堕落混乱的世界而哀痛吧 你要与哭泣的人同哭 为失去的爱人悲哀 哭泣并没有错 而耶稣的应许是 哀痛的人必得安慰 神的安慰超乎寻常 正如乔伊斯麦尔所说 为了能亲历这个安慰 在生活中遭遇一些问题是值得的 第三 接受自己 温柔的人有福了 希腊文中 温柔这个词 具有柔和 温和 谦逊的意思 它表达了一个人 对他人的慈爱和关心 是自大和追逐私利的反义词 温柔还有一个含义 是被破碎的 不是指一个被打碎的玻璃瓶 他已经完全无用 而是指一匹被驯服的野马 当野马被彻底降服后 他的力量便处于主人的掌控之中 此时他才是一匹良居 因为耶稣 温柔的人便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地图 当你接受自己 知道你无需更多 无需更少 你便有福了 第四 渴慕神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一起床就因神感到饥渴的人有福了 你要把寻求神当作生活的第一优先 追逐享乐的人生 终归会让你感到空虚无助 但是 一个人若渴慕神和他的义 就必得饱足 第五 被人宽恕也施予怜悯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不要给人他所配得的 而当给予他所不配得的 C.S.路易斯曾说 成为基督徒 意味着原谅不可原谅之人 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身上 所有不可宽恕的罪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第六 完全真挚 清心的人有福了 这里说的清心 不但指外在的纯洁 也指内在的诚实 公开 忠诚和可靠 这种单纯让我们得以亲近神 一颗纯洁的心 是愚人的思想 因为思想最终会变成话语 行动和性格 让心灵清洁的关键一步 是允许别人看到我们本来的样子 看到我们的软弱和破碎 第七 尽力带来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们不能挑起争端 而应当制造和平 神的儿子耶稣 就是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制造了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当你开始与人合作 而不是与人争敬时 你就有福了 第八 不要期待回报 凡要做好受逼迫的准备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不要期望从这个世界 得到任何奖赏 相反 世界总会攻击基督徒 但神与遭逼迫的教会同在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假若你因对神有忠心 而招惹麻烦 你就有福了 在此 我们看到了耶稣 满足旧约应许的第三种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 耶稣是如何成就旧约历史 以及如何满足旧约语言的 如今在登山宝训中 通过完整揭示律法的深度和含义 耶稣成全了旧约律法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美国牧师约翰伟伯 曾是名摇滚歌手 伟伯说 耶稣是不知足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 可能会取悦他 但却无法让他满足 我曾因耶稣而感到满足 但他却不因我而满足 他一直在提高标准 因为耶稣行在至高之处 在登山宝训中 耶稣让人看到天上的标准 他这样做 并不是为了打倒我们 而是为了提升我们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主啊 请帮助我在今年 以登山宝训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具备八福所提出的那些品格 愿我能够成为周围人的光 旧约圣经 创世纪 九章十八节到十一章第九节 仁爱与合一的源头 爱是遮盖和保护 爱是不以揭露他人的弱点和错误为乐 爱不会幸灾乐祸 今天的经文 以挪亚最久这段奇怪的叙述开头 挪亚虽然是个义人 但并不意味着他是完全人 闪和亚虎因为遮盖附近的赤身露体而被称赞 仁爱与合一是并肩而行的 八别塔就是人们不合一的象征 人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正是这个骄傲和谋求权利的行为 导致了世界的分裂 大家说起了成千上万种语言 结果一片混乱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而五旬节圣灵降临 则是八别塔之乱的逆转 圣灵使他们能够说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方言的恩赐象征着一个事实 这就是圣灵扭转了八别塔导致的分裂 圣灵使人合一 如今 每当我们体验到这种超越教会 超越语言 超越民族的爱时 便知圣灵在我们当中 主啊 愿我们永远不要为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教会 教派或运动而扬名 帮助我们竭力荣耀你的名 主啊 请你将圣灵浇灌在你的教会里 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 愿八别塔之乱在教会终结 愿普世教会走向合一 愿你的圣灵和天国的价值观 给我们带来爱 喜乐 平安 幸福 与合一 佩博的补充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 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今天 我将为我知道的所有病人或遭受患难的人祷告 今日金句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诗篇第四篇第八节 诗篇第四篇 求助的丸倒 大卫的诗 叫给乐长 弦乐器伴奏 称我唯一人的上帝啊 我呼求的时候 求你回答 你曾救我 脱离困境 现在 求你怜悯我 垂听我的祷告 世人啊 你们把我的荣耀 变为羞辱 要到何时呢 你们追求虚晃之事 要到何时呢 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把敬前人分别出来 使之圣洁 归他自己 他必垂听 我的祈求 不要因生气而犯罪 躺在床上的时候 要默然思想 要献上当献的祭物 信靠耶和华 许多人说 谁会善待我们呢 耶和华 求你的圣荣光照我们 你使我 比那收获无辜新酒的人 更喜乐 只要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我必高枕无忧 教导和医治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个会堂里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人们各样的疾病 他的名声 传遍了整个叙利亚 人们把一切患病的 就是患各种疾病的 疼痛的 癫痫的 瘫痪的 以及被鬼附身的 都带到他面前 他都医治了他们 因此 有大群的人 跟从了他 他们来自 加利利 底加坡里 耶路撒冷 犹太 和约旦河东 耶稣看见这些人群 就上了山 刚坐下 门徒便走到他跟前 他就开口 叫到他们 说 自知心灵贫穷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 有福了 因为 他们必得安慰 柔和谦卑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爱慕公义 如鸡四可的人 有福了 因为 他们必得饱足 心存怜悯的人 有福了 因为 他们必蒙上帝的怜悯 心灵纯洁的人 有福了 因为 他们必看见上帝 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 因为 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女 为义 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 因为 天国 是他们的 人们 因为我的缘故 侮辱 迫害 肆意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要欢喜快乐 因为 你们在天上 有很大的奖赏 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以前的先知 盐和光 你们是世上的盐 如果盐失去贤味 怎能使他再变贤呢 他将毫无用处 只有被丢在外面 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 如同建在山上的城一样 无法隐藏 人点亮了灯 不会把它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好照亮全家 同样 你们的光 也应当照在人面前 好让他们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赞美 你们天上的父 成全律法 不要以为 我是来废除 律法和先知书 我不是来废除 乃是来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消失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都不会废除 全都要成就 所以 谁违背 这些禁令中 最小的一条 并教导别人违背 谁在天国 将被称为最小的 但谁遵守这些禁令 并教导别人遵守 谁在天国 将被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除非你们的义 胜过律法教师 和法利塞人的义 否则 断不能进天国 挪亚和他的儿子 与挪亚一起出方舟的 有他的儿子 陕 韩 亚福 韩 是迦南的父亲 挪亚这三个儿子的后代 遍布天下 挪亚做了农夫 他是第一个 栽种葡萄园的人 一天 他喝不到酒喝醉了 赤裸的身体 躺在帐篷里 迦南的父亲 韩 看见他父亲 赤身露体 便去告诉外面的两个弟兄 于是 陕和亚福 拿了一件衣服 搭在肩上 倒退着走进帐篷 把衣服 盖在父亲身上 他们背着脸 不看父亲赤裸的身体 挪亚就醒后 知道了小儿子做的事 就说 迦南该受咒诅 必做他弟兄的仆人的仆人 又说 陕的上帝 以和华当受称作 迦南要做陕的仆人 愿上帝 扩张亚福的将界 愿他住在陕的帐篷里 让迦南做他的仆人 洪水以后 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 挪亚一生 共活了九百五十岁 《创世纪》第十章 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 洪水以后 挪亚的儿子 陕、韩和亚福 都生养了儿女 以下是他们的后代 亚福的儿子 是戈蜜 马戈、马戴、亚丸、土巴、米舍、提拉 戈蜜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陀加玛 亚丸的儿子是以利沙、他师、基体、多丹 亚福的这些后裔 按宗族、语言和民族 分散在各海岛 韩的儿子是古时 麦西、福、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撒福他、拉玛、撒福提加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和迪旦 古时也是宁禄之父 宁禄是世上第一位勇士 在耶和华眼中是个孔无有力的猎人 因此有俗话说 要像宁禄那样 在耶和华眼中是个孔无有力的猎人 他首先在士拿地区的巴别、以利、亚甲、甲尼各地建国 后来扩展到亚树 在那里建立了尼尼威、利和博、加拉各城 又在尼尼威与加拉之间建立了利显大城 麦西的后代有陆地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福土西人、帕斯鲁系人、加斯鲁系人和加费托人 菲利士人是加费托人的后代 迦南生长子西顿和次子赫 他的后代还有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卫人、亚基人、西尼人 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和哈马人 后来迦南各宗族散居在各地 迦南的疆域从西顿向基拉尔延伸 远至加萨 再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匾延伸 远至拉沙 以上记载的都是汉的子孙 他们根据自己的宗族、语言、地狱和民族散居各处 亚弗的哥哥萨是西伯子孙的祖先 萨的儿子是以兰、亚树、亚法萨、路德、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护勒、基帖、马施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有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意思是分开 因为那时人们分地而居 法勒的兄弟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 沙列 哈萨玛菲 耶拉 哈多兰 乌萨 德拉 俄巴路 亚比玛利 士巴 阿斐 哈菲拉 约巴 这些都是约滩的儿子 他们居住的地方 从米莎直到东边的西发山区 以上记载的都是陕的子孙 他们按照自己的宗族、语言、地狱和民族 散居各处 这些人都是洪水以后 挪亚三个儿子所生的子孙 他们按照自己的族系 散居在各地 后来成为地上不同的民族 那时天下人都用同一种语言 讲同一种话 人们向东清一时 在士拿地区 找到一处平原 定居下来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呀 我们烧起砖吧 他们用砖做石块 用柏油做水泥 来造塔 说 来吧 让我们造一座城 和一座高耸入云的塔 这样 我们可以扬明天下 不置分散在地上 耶和华 从天上下来 要查看 人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啊 他们同属一个民族 都用同一种语言 现在 就做这样的事 如果继续下去 他们会为所欲为 让我们下去 变乱他们的语言 使他们 彼此言语不通 于是 耶和华 把他们从那里 分散到世界各地 他们便不再 建造那城了 因此 人称那城 为巴别 因为耶和华 在那里 变乱了人类的语言 把他们分散到 世界各地 闪的后代